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具有家庭主夫的体质吧 竟然有人给了无人机这么一设定 堂堂无人机化身小厨娘 无人机悬翼高速旋转 切菜导弹 而不是打蛋 现场一片狼藉 这顿饭怕不是无人机为你准备的最后的晚餐吧 既然是主夫怎么能不会亮衣晒眉裤 无人机载个衣架挂好胖子上天成功 一句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送给无人机 相信用不了一会儿胖子就可以收回来 果然科技改变生活 放下身价的无人机可以晒胖子 可别忘了无人机还有灵魂使者的属性 此后被制成标本的猫猫无人机 用另一种方式存活在世界 但猫猫也有话说 哀哀哀哀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或许这就是天猫吧 希望能收到广告费 感恩 同样让人唬齐一阵的还有幽灵伴想的无人机 你这就是在搞事搞事搞事 说哪个白白的东西飘在天上不吓人啊 我没有做亏心事 你就是吓到我了 你呸 哼 希望大家尊重一下无人机好 不要让它再背锅了 最后看看这个无人机遛狗 怕不是无人机偷狗吧 无人机 你当我是什么机 算了算了 还是看看汪星人吧 就此刻汪星人的心理营营面积 汪星人汪汪汪汪 上天的瞬间 我宣布我就是一条废狗 狗狗真的是恐高啦 快点放开辣植狗 请科学溜狗 不要科技溜狗哦 好啦 今天的无人机脑残室就分享到这 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啊 在无人机大多数时候 还是很靠得住的老哥文 脑残归脑残 不怪你呆 毕竟我始终是你的脑残粉嘛 那么下期 火力四顿我们再见 呜